長期援爆紀念安倍重提飛核三原則 《明報專訊》 日本長期是昨日九日,舉行援爆七十週年追思儀式 途一,首相安倍晉三在儀式上獻花 途兩中,他致辭時重提堅持飛核三原則 稱日本身為全球唯一經歷原子彈轟炸的國家 要推動國際裁減核武,實現無核武世界安倍 每上週四六日,在廣島援爆七十週年紀念活動上 未有餘力任首相般表示堅持飛核三原則 不製造、不擁有及不運進核武器 野來在野黨及援爆受害者非已對於安倍政府力推的受增以安保法庭 長期市長田上副九指法庭令人質疑日本憲法中的和平理念是否動搖 希望當局重視社會有類、民、中央社、圖、新華社 不運。 感谢观看